2023星座預測 HELLO 水瓶座的朋友 2023年的運程已經在我面前 讓我幫你看看 我一看就看到 今年 2023年你的人是比較固執 你會很容易 去做一件事然後你是不肯停 但是 堅持和固執只是一線之差 你沒有想到結果 總之你很固執地 死都要做到為止 然後你就會 很多的心機、精力 時間都放在同一件事 這個問題是 你只看到一件事 你就會留下旁邊的東西 可能你就會忽略了 家人、身邊的人 忽略了你自己的身體健康 總之你太專注 在一件事上 太忙我的時候 整個生活就會不平衡 所以你自己要留意 可能當我正在讀一些東西 我有些事要考 你都不要不眠不休 正在那裡 你都要抽些時間出來做其他事情 放鬆一下自己 人是有點固執的 因為我看其他範疇都是這樣 例如工作上 其實你的團隊 是可以 互補不足 或者大家可以合作得不錯 但是你有時就是 不是很想聽別人說話 未來這一年 你的人會比較自我 如果你是 自己做事的話 那是OK的 那是沒什麼問題的 但是 如果一聯絡其他人 又或者 就算你自己做事 但你也有客人 如果一聯絡其他人的意見 或者想法 你就會有些少 好像 青少年那些抗拒 不想聽 有些反叛 或者只想聽自己的一套 為什麼要聽你說話 這樣 就會有這樣的心 所以 如果你工作上 你是想有進步的話 有時候 即是出小句聲 反抗一會兒 讓對方先說 然後 如果你也是 不聽 或者覺得不對的話 嘗試用一個比較溫和的方法 去跟別人談 因為這一年 我看到你主要 都是比較固執 固執 硬斑斑 有些難溝通 所以我看到 如果是有團隊 或者是要跟別人合作的時候 就有點危險了 未必會撩大架 但可能會進入冷戰 或者面阻了 總之不舒服 所以就要增強 你跟別人溝通的技巧 說到人緣和戀愛 其實都有少少這個局面 如果你已經在拍拖 的話 OK 你另一半挺喜歡聽你說話的 他覺得你有道理 而且他都願意做聆聽的位置 但如果你是認識新朋友 又或者是其他範疇的人 他們又未必會享受 他們可能會覺得 為什麼全部都是你說完 或者是 為什麼你那套才對 我也有我那套 那這樣 盡量避免conflict 盡量避免衝突 盡量聽別人說話 其實聽就已經夠了 你不一定要認同的 但聽就已經是軟化的第一步了 希望你和其他人的關係 可以搞好一點點 因為我看到工作和人緣都是這樣 硬頸的人 他說 這個是你的身體健康 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就留意這個苦科的位置 記得去做苦科檢查 如果你是男生女生也好 關於血的運行 又或者是心臟的位置 你也是要留意的 血的運行 就是 他是不是運動得順 甚至乎他有沒有運動 就是 你有沒有做少少運動 有沒有做些大樣的運動 令到整個血氣又運行呢 或者你有沒有看中醫 究竟他說你的血氣是怎樣呢 那你就適宜 去查清楚 問清楚 和自己都做些事情 令到他運行得好一點 這樣 不代表你會有問題的 但是去查 查了就安心了 這樣 所以我覺得你 這一年需要的水晶 都是關於root chakra的水晶 又或者關於心輪的水晶 如果是哪些的話 你可以自己來找我 我以為太多了 還有關於溝通的水晶 其實也對 其實有很多事情 你都需要 因為這個是個人狀態的問題 當一個人 不想聽別人說話 硬巴巴 然後很多事情都受影響 完全不是你2023年運氣的問題 運氣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就是 你自己個人跟別人溝通 那樣東西 有些問題 這樣 希望你2023年 可以一切都化解 跟別人有良好的溝通 有好一點的人緣溫 2023年 雖然你是比較固執 但是 我覺得你的自主性 和獨立 都是強的 也有你強的位置 也有一些 很好的條件 可以將它們發揮 所以 自己留意你的個人狀態 對 就不要太固執 個人比較穩定 然後 就用你的獨立自主 和主見 去做一些好的決定 去繼續向前走 就是這樣 祝你好運 好了 拜拜 各位觀眾 想成為真正甜甜星的子民 現在有機會 可以加入我們Patreon 其實就是一個月費的計劃 加入了這個Patreon 就是我的一個會 就有得看 你們才看到的一些 blog posts 傳帶 照片 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會員才可以加入的 chat room 和facebook group 下面info box 有條link 有興趣就自己去研究一下 多謝參與 拜拜 我們有關 他們的配備 我們歡迎 公司 能夠 對 我們 對 拍攝 他們 我們 那 我們